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命你为先锋关 于瑕口迎击敌军 你这是阳入虎口的战术 我不去 魏大元帅 你这关当得轻巧 就凭几句花言巧语就做上了帅位 但这里不是朝堂 这里可是真刀真枪的战场 容不得信口胡言 你想送死为何不自己做先锋啊 我知道各位的顾虑 这次敌军已亿待劳 峡谷迎击敌军看上去我们是烈士 但这场仗 我们面对的是清朝的敌军 唯一可行的 就是要挑起敌军轻敌的心态 二位将军如果怕了 我们就直接换人 老子深惊百战 什么时候怕过 我是不相信你 好 刘将军正面营敌 杨总兵侧面伏击 二位如果不能全力以赴 按照我不值得战术 那就是违抗军令 军阀处置 你 大敌当前为军者 要么直言杀敌之策 要么服从军令 这一仗如果输了 我魏某难辞其咎 各位想必也知道 我魏家本就有戴罪之名 战败对于各位而言 只是降职或者乏风 可在于我魏某 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对于我而言 只有赢 不能输 你的战术要是不灵呢 我魏果 马阁果失还 皇上 有何战报 皇上 长公主已经回到雁都了 此刻已经进宫 长公主回来了 是 她不是在北巅吗 朕命令你日夜监视 怎么人回来了 朕去 一无所知 皇上 臣派去的探子 每天都会向臣 汇报长公主的行踪 向来 她极有可能是用了替身 方才突然出现在宫门外 禁军统领也难以强行阻拦 她现在已经去了承祥宫 说是要去看望皇太后 朕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贵广 若你带兵征战期间 那个刺客背后的人前来滋事 我们 应该如何应对 皇上 皇上 臣之余见 都在心里 你 母后 你喝点水 到底是哪个御医 负责给太后看病的 让她过来 我看看她的脑袋 还想不想要了 不要难为他们 阿家年事已高 谁开药方都一样 起来吧 皇上驾到 儿臣 给母后请安 免了 皇上 我们是亲姐弟 就不用这些繁文入节了吧 怎么样 一年了 你可有想长节呀 长公主 你不是在北巅安享华年吗 是什么风 把你给吹回来了 母后身体有样 作为长女 自然要回来伺候孝敬 母后的身边有症和皇后 已经足够 就不用长公主你来费心了 皇上日礼万机 皇后又琐事缠身 我正好闲着 自然由我来照料母后了 你们哪 能坐下来好好谈 阿家采兴安 是 皇帝 我想问问你 乌慈国 与我国交战的战况如何 托母后的红服 节节胜利 我这归来 有一件事情不理解 沿途的百姓也颇为疑惑 你为什么会选一个无名小卒 叫 魏广 对 叫魏广的人 来做这个大元帅 选这个人是有缘故的 朕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位仙人 要赐朕一个大元帅 并且还与朕打了一个雅迷 仙人跟你打雅迷 什么雅迷 有女不识嫁 嫁去和田下 夜夜扮鬼眠 打一个人的姓氏 想必母后 您也应该想到了 就是魏广的魏字 不错 是个魏字 难怪你一眼就相中了魏广 真是太可笑了 这是什么话 有长公主你这般为我 朝丹京节律 那朕就接受你的鞭策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待在这儿 我现在就走 不过 我还是会回来的 母后 女儿告退 皇上 光磊女侍郎 叶宁芝求见 让她进来吧 参见皇上 快起来 谢皇上 皇上 长公主吴赵回宫 所为何事 此次回宫一定是来之不善 今日还质问朕 为何要选魏广座大元帅 那皇上是怎么回答他的 朕借口是 神仙托梦 有女不识将 嫁去何田下 夜夜半鬼迷 就是一个魏子 这样的鬼话 长公主他也信 朕 也不准备取信于她 不如给她一个荒谬的理由 这么做的原因 有两个 第一 让她猜不透皇上您的底 第二 就是要告诉她 您连找个理由敷衍她 都懒得做 您汹涌成主 根本不把他们这群乌合之众 放在眼里 皇上真是英明 这个对策 是你和泰温一起想的吗 这是朕 是朕知道长公主回来了 所以 突发奇想 你说吧 找朕 有什么事 对 差点忘了 皇上 这都是我调查的后宫不平之事 还望皇上替他们做主 这些事情交由丞相就可以了 丞相各种推诿 怕是不敢招惹是非吧 那也罢 待朕空闲的时候 就看一看 这几年 皇后在后宫的确是 律师提筒 这是什么酒 为何如此地炼 这是夏秋国的贡品 使者说了 即便是酒仙也过不了三杯 那就浅尝辙止吧 朕还要看奏折 对了 朕 有几个奏折 是关于后宫的 有时间 你看一下 不用看了 有人已经说了 后宫的几个官员 欺负了梨花学堂的宫女 本宫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是梨花学堂的宫女不懂事 闹出的误会罢了 这奏折里面告发的 是朗昆 他在龙华街有十八座大宅 皇上误会朗昆了 朗昆家里的宅子 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朗昆为了避嫌 早早地便知会过臣妾 臣妾一直认为 本朝用人布局家事背景 所以并未张扬此事 好了 咱们不说这些了 不要因为这些小事 叨扰了朕与皇后的兴致 可是臣妾心里 倒是很好奇 到底是谁 一直跟皇上说这些 枝末率多大的小事 若是对臣妾不满 大可以去告诉太后 何必在皇上面前 叨扰这些事 如今边关封烟四起 皇上操心战事 是谁这么不懂得 体恤皇上 是太尉 还是李布侍郎 亦或是 心上任的叶大人 皇后无须动怒 朕也只是 偶尔想起来说上一书 你说朗昆是清白的 那就是清白的 朕 并无意义 好了 皇后早些谢谢 朕该回宫了 皇上 前方有战暴传来 魏大元帅被敌军重重包围 这个朕已经知道了 朕要知道的 是对策 回皇上 臣以为 这次是选错了人 魏大元帅 的确没有领兵的经验 亡羊补牢 尤为委婉 不用再说了 朕前义帅是兵家大计 这个道理 你不明白吗 太尉 你说 皇上 皇上 臣以为 应该先派使者 到西越去借兵三万 加上我们囤守在燕都的 十二万兵马 一共十五万 如果宁州失守 我们尚可坚守牧城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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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附近山脉的形状 像个葫芦 我们现在正处在葫芦的 上半瓢 继续且战且退 将敌军引到上下瓢 之间的狭窄处 把葫芦战术 变成布袋战术 来个反包围 无此的先锋军 看我们一直在撤退 就会掉羽轻心 以为胜利在望 实则正中了我们的圈套 元帅 您运筹帷幄 神机秒算 墨家们以前 不知分寸 望元帅海寒 将军不必解怀 眼下看到的 只是敌军的先锋军 大军还在后面 哄势担担 这场仗必然是个持久战 想赢得最终的胜利 还必须靠各位将军配合 为元帅 法首是瞻 皇上 你 叶大人 您倒在前面干什么 落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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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光他被包围了 慧光他被重重包围了呀 皇上 朕已经知道了 我是担心害怕了 我听别说 喝酒 他能给我状态 然后我就咕噜咕噜一下子 全都喝了 然后 我就感觉 你 我自己 真不要不要的 快拆扶叶大人 去广轩宫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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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吻 坐下 皇上 恕罪 我好想知道卫光的消息 如果有他的消息 应该第一时间送到皇上这儿 我不打扰皇上 我就做事 我不说话 启禀皇上 魏大元帅送了一封密函给您 我 皇上 相信您已经收到了我陷入重围的消息 但是请皇上误担心 这只是臣布下的葫芦战术 葫芦 什么葫芦 君请礼报你也干 你过去 我君现在在葫芦上飘了 表面上被敌军重重包围 待敌军至上下瓢之间的狭窄之处 然后将葫芦战术 转为布袋战术 来一个反包围 反包围 魏大元帅 他果真没有让朕失望 凝芦 你就放心 好 站住 参见皇上 宁致 宁致 你醒醒 你醒醒 醒醒 王上 王上 你前脚刚走 太尉传来消息书 魏光已经反包围成功 奸敌三万 而且连斩对方三元大将 太好了 太好了 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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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醒了 你把朕刚才的话 再重复一遍给他听 他现在睡意正动 怕是故耳其妄 是 好了 你们去吧 这女子看着眼熟 似乎是在哪里见过 朕想起来了 她就是当时入宫 魏太后表演的叶宁致 在宫里的时候还不觉得 现在看来 她可真的是灵动有趣 和宫里的女人 大悲不痛 掌柜的 你过来 客官 有什么吩咐 这个百戏团 明日还有演出吗 他们连这七天 都会在这儿演出 今天才是第一天 会有七天 那之后六日 我都会来这里看演出 这个房间你给我留着 我给你双倍价钱 好嘞 客官 您慢用 皇上 您明晚不是约了梁大人 和李大人吗 之后六日 朕要过来看演出 其他的事情全部推掉 是 是 掌柜的 你不是说 之后六日都有演出吗 他们人呢 我刚刚想来告诉您的 这个百戏团哪 今天早上坐船走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听说 他们班主今天演练的时候 摔断了妖骨 要去乡下养病 那你知道 他们去了什么地方吗 这个客官 他们也就刚来了一天 没人知道他们要回哪里 好 明知啊 魏大元帅又打了一场大胜仗 捷报稍后会传来 你就放心吧 真是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明知 在朕面前 你不用拘谨他 朕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如此开心了 你陪朕说说话吧 好 朕 有一事很费劲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 哪怕是毫不起眼的小官 都会记得他姓甚名谁 你的记性怎么会这么好啊 其实 不是臣的记性好 这个是训练出来的 你为何要训练这个呀 臣不敢说 还有你不敢说的时候啊 你就不要故作姿态了 那 臣哥讲了 讲 皇后娘娘 每次宫中有宴会的时候 都会戴上我 皇上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您知 那边榆树下面 那个脸红得像冬枣的 妇人是谁呀 回皇后娘娘 那位是护部王德权大人的原配 张氏 那那边那个体态风鱼的妇人 又是谁呀 娘娘 这个 快说 说不说说不说 说不 娘娘 你忘了吗 这个是 你本家正雄大人的家眷的 就这样了 原来如此 那你受苦了 你看 其实 我已经有半个月都没有见到皇后娘娘了 不知道 她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 怎么 你还惦记着皇后娘娘 她不是整天都会掐你吗 她是掐我 有时候还会打我呢 稍有不当 被说最可怕的那句话 拖出去斩了 不过后来我听说 她当着别人的面都是夸我呢 说到我还笑 后来她换了一些宫女 怎么用都觉得不顺心 有时候还会叫错别人的名字 叫宁芝 那既然如此 朕找机会 待你向她认错 我相信她会谅记你的 谢皇上 皇上 臣还有一事相求 你又有何事 朗昆的手下 朱大人 王大人 他们依然在宫中 他们很多时候 都会去找梨花学堂姐妹的麻烦 你刚才还需要求得皇后的原谅 现在却要做此事去得罪她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要知道皇后的脾气 发起火来 可是六亲不认的 是啊 我是很怕她 但是我更害怕梨花学堂的姐妹们受苦 我刚进宫时 他们帮了我很多 没有他们 我根本不可能在这宫里立足 我相信 做人是不能忘恩负义的 这一点在宫里宫外都是一样的 最近有官员上折子参了你身边的朗昆 她是你的心腹 你既然相信她 朕也应该相信你有识人之名 不过她身边的几个内官 时常遭人弹劾 朕觉得应该 拉他们去刑部过过堂 皇上 臣妾早就已经跟你说过 这当中有误会 臣妾早就都查识了 他们并无劣迹 皇后不用担心 轻者自轻 如果他们当真什么都没有做 那么刑部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 反而更能证明他们是清白的 皇上 好了 这 这已经决定了 皇后娘娘万福 皇后娘娘万福 帮你决定了 听叫 你给我起来 谢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为什么打我 本宫说过 本宫是皇后 打人不需要任何理由 皇后娘娘 为光 为光她在前线失踪 现在她生死未卜 皇后娘娘 皇上刚才在我那儿 据最新战报 魏广已经安全回到军营 军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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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恭喜皇上 恭喜皇上 战口如何 已经打到乌四国边境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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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光战功赫赫 好 小心 小心 好 啊 来 报 这宝如何 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赢了 我们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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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废物 说什么 喝了这个药 三天能痊愈 一个月能根治 可本宫呢 足足咳了半年 皇后娘娘 吃药固然重要 娘娘还需保持 心情愉悦 都给我闭嘴吧 你们呢 说来说去都是这些话 你们烦不烦 都给我滚出去 是 是 娘娘 不如臣陪你去御花园 走走吧 不用 办公一会儿自己去 叶大人 皇后娘娘不想有人打扰 叶大人 参见娘娘 娘娘 今日销售不少 本宫怎样 不劳叶大人操心 是御医卸待了吗 今日风大 娘娘不适合穿得这么单薄出来的 娘娘 没事吧 传御医 快点传御医 别传了 来了也无济于事 本宫儿 本宫只不过是咳嗦咳酒了 坏了嗓子而已 怎么 被本宫杀了一耳光 就盼本宫得重病 最好一命呜呼了是吗 娘娘你明知道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我要谢谢你 那日告诉我 卫大人的消息 那时候我真的吓坏了 有什么可谢的 本宫只不过是多嘴巴了 卫大人的消息不用本宫传 很快也会人尽皆知的 别以为本宫那天是在宽慰你 娘娘你又何必嘴上不饶人呢 不然怎样 难不是让本宫跟你说 求你回到本宫身边吗 娘娘你知道 我是绝对不可能和朗昆共事的 我要对得起 梨花学堂的姐妹 说到底 还是觉得本宫为人刻薄 女官坐久了 就不愿意回来侍奉我这个皇后了 对吧 我答应你 我送你回去吧 别着凉 什么人 你是谁 我是丽花学堂新来的宫女 我 站住 宫女擅闯后宫东地是要打三十大板的 跟我们走 走 我是无心的 走 走 我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宋姜 回避 叶大人驾到 走 走 走 您吃了 别碰叶大人 叶大人是你们可以随便碰的吗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看到有人以大字形躺着 这是对殿神的大不敬 按照宫规是要挨板子的 我的床 再来感受感受 最近这段时间没有人敢欺负你们了吧 不止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 平时对我们忽来忽去的那些人啊 现在见到我们都低着头 夹着尾巴做人的 小姐 你知不知道现在后宫 讨论的最多的人是谁 是你啊 他们知道我们跟你消熟 都想拉拢我们 在我们面前阿谀奉承 赶快说来听听 那个刘公公说呀 叶大人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种正义感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女中好景 叶大人 这些都是什么呀 这么多啊 你看这个镯子精明剔统 真是美呀 我看看我看看 明知 你真的打算收下这些礼物吗 好话照听这个礼物照收 我再放给姐妹们 好 好 好 但是这个豺狼啊 还是要照打的 现在皇上皇后都这么重视我 此时不打 更待何时 别疼 别疼我 妹 求求你 求求你别疼我 别疼我 别疼 新来的宫女吗 别疼 别疼 长得好标致啊 她也是个可怜人 她爹原本是当官的 后来犯了事 全家被贬到了塞外 她一个千金小姐 靠着捡街边的 蓝菜叶子养活了全家人 直到她爹娘过世 才回来 别疼我 被打三十大板 她为什么被打呀 前几天她出门办差事 迷了路 被侍卫抓了去 硬说她误闯禁地 要打她三十大板 结果她把头磕破了 才让她回来 之后就一直在做噩梦 别怕 有我在呢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请 走 皇上 若要找出朝中暗藏着不轨之人 臣倒有遗迹 皇上可命朝中文武百官 各自呈上一份 对如今时局主张的奏折 主张趁现在战局有令 和对方议和争取有利条件之人 皆对我大量尽忠尽责 而那些主张一路打下去 直至消灭整个巫辞国的人 皇上 您就要格外小心 朝中三聘以上官员 共五百二十人 有一百二十人主张一路打下去 直至消灭巫辞国 竟有这么多人要陷阵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卫光 朕觉得处境越来越危险 望你尽快凯旋还朝 你爹十八年前被处死的秘密 朕一定会告诉你 你未时失去的 朕都会归还于你 你想要的一切 朕也都会给你 叶大人 这是卫大元帅给你的信 谢谢 您知 现在战事对我方很有利 一切都按照我的布局进行着 我出征已一月有余 这段日子每天都过得好漫长 但最让我觉得难熬的 并不是兴军打仗 而是心中对你的思念 我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再快一点 我已经得不及要回去见你了 翻铃儿 您好大的胆子啊 见到本王都不下跪 参见王爷 别怕 本王逗你玩玩 我也请自重 躲什么躲 前两天夜里你在宫中乱走 正好撞在本王跟前 按照宫规 夜巡的内庭侍卫当罚你仗则三十 当时你可是苦苦哀求本王 让内庭侍卫放你一马 你就什么都愿意做 本王当时可是怜香惜玉 替你求情 你要怎么做啊